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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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过了,需要说什么,资源,需要一台服务器吧,一台服务器,我们说了多少钱都有,从几千,甚至从几百就二手吧,对吧? 到几千万,甚至商计都有,甚至有些,给钱都不外,是吧?都有,那好,普通常用的这种当工服务器,这个就是一万到,一万到两万或者三万之间,也是差不多这个价,可别,价格这个还行,还有啥?玉米吧,我说过了吗?玉米多少钱? 啊?六十块钱,或者一百块钱一年,没错吧?还有啥? IP多少钱?说过了吧,在北京的一个十兆的带宽,绑一个四个IP的地址,最小IP多少,对吧? 讲过,需要多少?大概是在六千到八千之间,不同的节目上,OK? 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容易,那导致什么?我说绝大多数中小公司是用不了这么多的资源,那我怎么办?我是可以考虑什么?我一台服务器,干嘛?我几家,或者几十家,共用这台服务器。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来访问自己的网站?然后呢?然后平摊这些成本。 有关子说什么?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结成成本吧?确认吧? 不是。第一个确认是什么?是,大家共用服务器资源。也说,万一那某一个网站的访问量增大了,其他人都会跟你很考虑。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选择这个东西呢,连访问的网站是多费,访问量不太大。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最核心论问题是什么? 各位,那说嘛,硬盘坏了有没有可能?有吗?硬盘直接物理崩溃,有没有可能?里面数据全部都是无法找回,你就没有做配分,有可能吗?有吗? 好吧,那怎么办?你这上面,不管搭了多少个网站,是一百家还是二百家还是三百家,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是,直接都是。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居空间,我们俩能修过的。有经常说要去租个空间,那么这就是你的区域租金。但是我说,这种技术已经逃犯了,现在完全不需要再去租空间。 因为,你既然,你就算以后要去搭一个各种网站去玩,听懂吗?你也不用去再去空间了。这太二了。你这是完全是外合才能不能乱。 我们说,这东西是核心问题的时候很严重的。最大的问题,你的所有的数据是不是都在租一块一块钱?一旦出现问题,整个数据的时候全部都是。 还有一个问题,是吗?你的所有的数据都放在别人的服务器上的一块钱。对他来讲是什么? 我说,你随便可以考,我要愿意考,我要愿意考,我就行不行?行不行? 你上面放点什么重要的小店里,对不对?然后被人家全都共享了。这都是不可以的,对吧?那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 云吧,云就算了。我们说了,我们云就算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买十万台服务器。 其实,亚马逊这样的家伙,其实都不止十万台。他可能一个数据中心,就买了十万台,甚至几十万台。 然后呢,把这些服务器的嘛,通过虚拟化技术,组装成一些大的什么,超级虚拟机。 没错吗?然后呢,你用多少的嘛,我说从里面给你画多少。你说,你要用多少,我就给你画多少。 好说,解释过,它跟刚刚那个中空间比,好说。首先,它所有的数据是分散存储在十万台,甚至更多一百万台服务器上。 我们之前讲的,瑞的是不是都有磁盘中,融与工吗?损坏一台或者几台服务器的数据是不是都不够丢?它是能算出来。 那这个东西当然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明白吗?它甚至要损坏了。现在才是几千元,甚至更多服务器,它都不会保留数据多时。 OK?这是最大的好处。 第二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成本低了。 你现在这个阿里人生都是免费了。 两季的内存在加什么? 二十个季的一版吗?免费用半点。 对吧?那这个东西,对个人用户来讲,其实完全够用。 得到钱,你就直接用。 半年过了之后,也很便宜。 一年的费用大概几百块钱。 这原料比你去买服务器做一十个便宜做吧。 因为它是老西亚财务,能看到成本要进。 但是,它也有问题。 它是有问题。 你的服务器,你的数据是不是还是放在对方的服务器上? 那这时候怎么办? 各位,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它是采用行政手段来来做。 什么意思? 它就会告诉你,是吗? 你们没有参加过亚马逊大会啊, 反正下次有机会再去。 OK,有这个机会了。 它就会告诉你,我的这个数据中心, 采用的是银行金户的安保措施。 也就是说,二十四小时不接院的博安, 全入道全部监工。 然后呢? 服务器机房所在位置, 必须两人以上同时开锁, 针指纹,才能进去。 就是这种跟精工的一个措施。 有没有? 很坏的把它说, 它是不是就用这种措施来保障他们安全? 这个事情是什么? 你信,你是不是就做? 你要真不信, 你是不是就自己买服务器去搭去? 对吧? 其实好,各种优缺点。 你们听到吗? 其实我们说, 人到最后一定不是我们以后发的方向。 我们以后都不需要再去买自己的服务器, 实际上在这上面玩。 对吧? 咱们那天讲, 就是磷酸架构的时候, 我时候还讲了一个爱死, 他爱死, 还有一个什么? 记得吗? 我们是不是还是具合一样的人? 薩斯、艾斯、河阪斯? 是吧? 건데 37 00roe 的系统啊。 我们是不是还讲了? 有这种意思是吧? 这个爱死石灵应该是最低层的, 接口,设施技术。 以前在我们rikio也事业寻, 说,老师, 你们讲的是这三个东西哪一个。 他可能参观看到了 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的那不是 艾斯是啥 艾斯是个亚马逊这样的家伙 他已经把他的服务器组成了训绩化 然后完成了训绩 然后给你开发了一个网页 让你通过他的网页来维护他的训绩 其实不是维护 就是什么 我们干嘛 我是不能申请 我需要多大网络件 多大的CP 这不是我做的 是否给他提交申请 是啥来不吵 当然是变了全天的这些东西全自动化 只要你说他就直接发送 所以他还是很强的 但是我们讲的是什么 是否比他还要提倡 我们讲的是什么 如何是否自己来 通过服务器权 来搭建一个艾斯类似的东西 当然咱们是我们有那种网页 网页的东西是专业开发的 但是我们有别的 通过命令可以给区域阶 分配多大的资源 然后让你使用 听懂吗 人比这个东西还要的吗 其实应该说是技术要强大 我们讲的不是 艾斯其实听起来好像是 它最强大的一个东西 是吧 其实是不是只是这个网页 怎么用 没错了 我们学的是它的核心内容的东西 OK 那说实话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能够搭建基本的东西 能实现最新的功能 了解一下有些东西就可以了 你要真的想做到之后 就学成跟人家把去的哥们一样 能搭这些东西 不太可能 你工作了五六年 最后再说 这个事儿 好了 但是我说 虽然虚拟主机逐渐淘汰 但是 IS 拉大奇 包括INJX 都能实现这个功能 那 我们还是需要学一下 好吧 其实这东西就是淘汰技术 我们只是讲难看见的 问题还是为了讲难的 好吧 那好 搭建虚拟主机的时候 主要有这三个方法 一个是 同一台缝线 不同的IP技术来访问 那我问你 IP比服务器贵多了吗 它是不是指使用了服务器的钱 我要买得起IP 我是不是一定就买得起服务器 我何必搭什么虚拟主机 我单单服务器搭自己的集群都可以 明白 第二个是什么 使用相同的IP 相同的服务器 但是使用什么 这个是什么更有关系 只有一个人是8人 别人是不是都是8人8人 其他地方 我问你 你把关口改了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把网站藏起来 除了你知道 别人知道吗 那我问你 你做网站在目的上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就是为了做宣传 你把他关口藏起来 你还有意义吗 绝大多数网站都丧失作用 所以这个也不常用 最常用的是 相同的IP和网络号 用不同的预言 现在这里应该是用预言来访问 这种叫做基于名字的虚拟主 这才是最常见的 OK 它怎么做 很简单 刚刚是不是已经搭了一个网站了 现在呢 再干嘛 先加网站 然后呢 使用新的IP网站 那么 如果我们是用不同的IP来搭建 这块是不是要写不同的IP机制 那不可能 我们是用的就是不同的IP 那这也不理他了 这也不要 那么 这是不是通过不同的端口来搭建 其实同样是什么 也是新建 只是在端口这里是不是随便写一个 那更不对 那我们现在通过的是什么 基于文字吧 它指是什么 其实都一样 指示干嘛 在这里干嘛 来 写个不同的名字就行了 来 我们试一下 靠一下 来 我们把DNS文教 这是我们的孟老家嘛 嗯 新建 不是 新建 这个已经有额子 我看在哪改 这个变得比较厉害 跟原先不太一样 云彩 有改了吗 基本设置 啊 这里 这是入境 嗯 属性 哪有属性 高级设置 绑间IP 没有加密 没有加密 是吧 没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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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 我是不是给他编写了一个 这样一个绿名 看到了 他是不是在这里用IC来方的 那现在我干嘛 我通过DNS 来 我通过DNS 我再新写一个入境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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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新写一个入境 不再是IC.com 我创建一个新的区域 我叫做 ABC.com 可不可以 可以吧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翻唱 在ABC.com 也创建A9 也是3W 它指向的 还是我当前的 这几段的IP 能看懂 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不是有两个 入境可以保管 一个是IC 另外一个是谁 ABC 好了 那SC 是不是就用这个末日的入境 然后呢 在这里右键 亲机 签架网站 我的网站名称是 ABC 这个是说明无所谓 入境 各位 我在地盘下新创建一个网络 ABC 可以吧 然后 它的IP地址 是不是还是我的 当前计算机的IP 看 相同的IP 相同的网口吧 只是 完全认识是不对的 能看到 确定 一旦确定 好了 这个网站就建立了 然后干嘛 在ABC里面干嘛 新建一个Testing 就是ABC 就是ABC OK 好 接下来 看 我只有一台虚集 20108 但是我搭了两个网站 一个是 I7.com 我手上访的11111 另外一个是 ABC.com 他手可以访的 这两个网站的主目路是并列的 也就是说 3W下来 3W C盘下的3W 和 D盘下的ABC 甚至要各网站的路 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别的地方 也没有存储关系 它甚至要各网站的主目路 明白了 那好 这样的话 理论上来说 只要我的计算机性能足够 只要我的带宽够宽 我是可以搭建更多的 往下 放在这边 大家可以使用 明白吗 只要需要 OK 这就是基于零字的虚拟性 OK 那基于IP和基于端口 是不是跟刚刚一样 只是干嘛 一个是不改竄IP 一个是不改竄口就行 明白吗 那就再说 基于IP和基于零字 更不可靠 因为我让我买的前IP 我师父还不差这点词秀一下 真的 基于外国师就更难了 对吧 好 对吧 2S很简单 我们的目的不是讲2S 我们讲了两个东西 应该是三个东西 第一 三个架构的区别 好 三个架构的区别 OK 这个我师父讲了一节课 讲了一个小时 对吧 第二 第二个东西是 虚拟工具做的吧 它是为了进行 网站的不同栏目的分裂 可以做到更方便的准备 用以后的库容出来做的 第三 第三 是你主机的概念 实践起来非常简单 主要是不是概念 告诉大家是干嘛 OK 好吗 那我们的IS东西就讲了 有问题 有问题 那咱们Windows东西就结束了 Windows我们说实话它很简单 所以我们是不是只是挑了其中的几个服务来讲 总共讲了两天半 总共讲了两天半 到今天 是吧 那各位 这个东西了解为主 那我们第一阶段还剩最后一个比较重点的内容就是 是吧 司科的交换结果都不行 OK 我们讲的难度不会太深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 网络工程师现在是逐渐来说 用的人不多了 对吧 我们只要有了解就行 但是 我们把CCA的这个难度讲全了 这就是司科的初级人论 最基本的人论 讲全了 OK 除了一点防备老的东西没讲 就是一点点 其他所有东西都没有讲 OK 对吧 应该说 如果你选的比较好的防备老大 你就应该可以去考虑 但是 我说实话 这个东西 包括CCMP的这个 包括有什么技术材料 我们现在都知道 几乎 给你几十套棋 然后花点未来的时间 就跟你考交互一样的 把棋货做完 这一样的都可以托 就这样 所以 完全丧失一样 给鲁建议 真的想要是完全丧失一样 重新像一些像 AE的肯定 CCE 顶级的 像那个 HCA的肯定 顶级的肯定 可能还有两个 但是 考试费用不全要 暴力内考费 怎样在马上那里 而且都便宜多 我们当时 咱们书记来 有两个HCA 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 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他们养的当时是咱们国内 HCA证出应该是在 前四百年以前的 前四百年 当时的考试金 在十万年 就非常后悔 我就说 反正我是个前后悔 反正 这个可能很有来 但是 像这种低层的 中层的 20名 他们现在主要都是体育 但是我们说 我们讲的是这个难度 OK 好 什么